带领孩子爱上阅读 新竹县时兴国小 由学长姐讲故事给学弟妹听 太平国小则是教孩子探索 活化知识 融入生活当中 都获得了教育部颁发磐石学校奖 新竹县推动阅读有成 八所学校一共拿下了八项大奖 获奖学校和团体依序接过县长杨文科颁发奖状 新竹县推动阅读再创佳基 拿下教育部阅读磐石八项大奖 那我们从过去一年四百万的经费 现在已经变成三千万的购书的经费 等于说我上任现场之后 大力的提高购书的经费 我们主要的目的是要培养这些 大家喜欢阅读 那我们在教育上我们也看得到 从国中国小还有个人跟团体 来参加这一次的阅读的一个比赛里面 我们得到非常好的成绩 包含三项阅读磐石奖 四项个人一项团体阅读推手 八所基优国中小团体和教师 斩获八奖 其中十新国小推动大代小阅读越好 中高年级化身小小说书人 到低年级讲故事传承阅读风气 阅读是透过大代小 我们高年级的会准备好故事书 准备好阅读的绘本然后到低年级去跟 所有的孩子去讲故事 我们是整个班级下去跟整个班级讲 那我们低年级的反应很好 因为有这样子的阅读的氛围 所以低年级小朋友说我以后也要好好的读书 以后我也要念书给我的弟弟妹妹听 全校一千九百多位学生 成兼老师和假日亲子共读成校家 获得阅读磐石学校肯定 而关西镇太平国小全校只有25人 同样带领孩子爱上阅读 我们学校虽小但是目前我们的志工有四位 包括阅读志工跟图书志工 从这样子全面的配合 所以阅读这几年来推展的还效果不错 把环保观念融入食农教育 结合创意美学 太平国小透过手作和观察 教孩子探究活化知识 校园充满阅读氛围 让学生视野更开阔